老板 老板 老板娘来了 来就来呗 干啥呀 你这次不一样 她气势汹汹的 她不就那样吗 胡说家 干啥呀 干啥 我爸过生日 你人没去 礼物也没给 就发这儿信息 你啥意思啊 那不是你家习俗吗 那能一样吗 那是我爸 你家不就这习俗吗 媳妇 你收拾一下吧 我爸过生日 完咱俩现在过去 那发个消息 祝福一下得了呗 那拿出来争弄啥呀 再说了 我们老家有个习俗 岁数大的人不过生日 那你说你作为一个儿媳妇 不去好吗 那过生日多没意思 我不去 忙着你 咋的啊 我不去 你爸都过不了生日了呗 胡说家 你会说话不 老板娘 你别生气了 你别生气 哪儿到哪儿去说话呢 小七啊 你先去忙吧 我去处理点家事 好的 喂 爸 姑娘 你老公那么有钱也太不像话了 这次你哥结婚差十万 他要是给了啥事没有 你放心吧 爸 他这次要是不满足我 我就跟他离婚 行了 别闹了 那十万太多了 我最多能给你拿两万 不用还了 就当水里了 还要还 不是 你咋想的 那是我亲哥 必须十万 少一分那不好使 没有那些呀 这钱呢 都给员工发工资了 再说今天公司可难了 不能发 那钱是我的 你要是敢发给他们 咱俩就离婚 你是不是有病啊 没有他们能有这公司吗 能有你现在的虚荣吗 我不管 跟我有啥关系啊 你要是不给的话 我就回娘家 好 你走吧 你别后悔 谷总 这样不太好吧 公司有难处 大家都能理解 你咱跟嫂子好好沟通一下呗 沟通啊 肯定是要沟通的 但这个钱呢 如果不发工资就没了 他呀 就是刀子堆 豆腐心 你个没良心的 都没出来追我啊 就你卡里那点钱 都不到五万 够员工发工资的吗 我这儿有 给你 看到了吗 夫妻本是统领鸟 大难临头啊 他不会各自飞 这才是夫妻